大家好,我现在在广西北海 看我后面这个楼 北部湾一号 这个楼造型很奇特吧 是这样波浪型的 再往那边看 它全长有700多米 那边是27 这边是17 17已经建好了 这是什么造型呢 就像是桂林山水的那个形状 设计师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里有一个洞 这我就不知道啥意思了 跟我上次去的张家界天门洞很像 这个可能是海边风比较大 它留个洞给风可以穿过去 这个意思吧 这个楼是北海的地标建筑 它的总缸有33层 170多米 这个楼以前卖的很贵的 13000 14000左右 现在它又便宜了 便宜到八九千 一万块钱左右 就可以买一套房了 我今天晚上住在这里 它有一个民宿 大家看看房间里面是什么样的 走 对了 再说一下 这一片海滩叫做金滩 我们知道北海有银滩 然后这边是金滩 为啥叫金滩呢 因为这个沙子 你拍一下沙子 它是金黄色的 所以叫金滩 走去房间看一下 我长这么大 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今天你就见到了 这就是小区里边了 这边就是大楼 这边是绿化 绿化也挺不错的 现在从这里上去 这个是入户门 一共是有32层 我们的房间到了 我们住在25层 它这边的房子都是冲北的 冲北是海景房 冲南这边是杨面家 你看后面还有好多高楼层 那边本来也是海景房 但是前面有这个楼 给挡住了 现在他们看不到海 然后看一下房间里面 一个大开间 这边是厨房 然后这里是餐厅 餐厅还有冰箱 然后这个厨房 现在不能用 长期住的话 人家会提供供卵瓢盆的 但是短期住个一两天的话 就算了用吧 前面就是卧室 两张大床 电视呀 衣柜呀 都有 拎包入住的 左边是阳台 右边是卫生间 在这里上厕所都能看得外面的海景 然后这里是淋浴间 淋浴间就在最外面 这个玻璃应该是里面能看到外面 但是外面看不到里面的 也可以把窗帘拉住啊 然后再看一下它这个阳台 这里放着个洗衣机 还放着两把椅子 可以坐在这里喝茶 看风景 太舒服了 哇 在这里看看海景吧 看这个北部湾的大海啊 多辽阔呢 一望无际 远处和天都接到一起了 挺漂亮吧 海面上 海面上还有很多小船 住这个房间 最主要就是要看海景 然后这边正在盖的是27 那边是德利海北海这个高楼 也都是海景房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海湾 它是一个弧形的 这个叫连州湾 前面是北海的工业区吧 然后再看一下 这个楼底下 这下面就是北部湾 这个楼的配套 可以看到这个绿化 还是挺好的啊 然后前面有这几栋楼 这栋楼的楼顶上 这里还有个泳池呢 但是现在冬天了嘛 游泳还是有点凉的 这要夏天的话 在这里游泳更棒了 前面也全都是高层海景房 我现在住在25层 看一下这个下面 是不是有点恐高呢 大家觉得这个海景怎么样 挺棒吧 然后现在是旅游淡季嘛 这里的住宿价格很便宜的 像我们这个高层 住一天是120 如果你住低层的话 才100块钱 价格很合适 但是唯一有一个缺点 就是这窗户啊 它是朝北的 朝北的海景房 看不到太阳 正好这有洗衣机 一会儿我洗一下衣服吧 还有晾衣架呢 现在是晚上11点了 看一下北部湾的夜景 这是白天洗的衣服 都挂在这里了 这里有洗衣机 看看夜景啊 哇前面这个海边这条路 晚上的灯光非常亮 看远处啊 这条路非常清晰 那边有两个楼挺亮的 那个是德利海北海那个大楼 然后这边黑乎乎一片 这就是海洋了 哇往那个远处看 还有点吓人啊 一眼看不到头 就像黑洞一样 转到这边 这边的楼 晚上灯光也挺亮的 这下面啊 是一个小区的花园 花园里也不错啊 这个泳池晚上也亮灯了 然后海边这条马路 不管白天还是晚上 它车流量还是比较少的 挺宽阔啊 这就是北部湾的夜景 大家觉得 一会儿